优秀的男嘉宾 让他心甘情愿掏出百万婚戒费 如果你要是跟他继续见面的话 就要交一百万跟他匹配 人以为是寻得良配半中身 谁料竟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问你已经结婚了 为什么还要和别的女人出对象 答公司包装我 让我成为成功人士 他本人认为这不是掌握 这只是一种影响手段 详情敬请收看 4月3号播出的《案件聚焦》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案件聚焦》 方女士家住北京 前不久遇到了一件 是满怀欢喜筹备婚礼 可是到了拍摄《婚纱照》的当天 男友却始终没有露面 男朋友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方女士左等右等 只等待了男友 奇怪的电话 这是方女士第二次预约婚纱照了 此前因为男友的时间问题 已经改期过一次 之前一个礼拜 她就说她要出差了 等她出差回来 然后所以就跟她出差回来的一起 然而第二次还是没有拍成 临近拍摄时间 方女士接到了男友的电话 这通电话让方女士觉得很疑惑 她赶紧打了回去 不料对方已经关机了 她当时第一反应是 认为可能是高某 涉及一些经济问题 是不是被公安给控制起来了 然后所以就突然找不到了 她曾经还说是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把它捞出来这种 接下来几天 方女士还是无法联系上男友 这让她慌了神 因为她确实知道 男友有些违法行为 就跟那个方女士说 自己在赌博网上赌球 然后希望向方女士借钱 然后去参与这个赌博 她会当着她的面来操作 会跟方女士来分析这个球 这个赌球的过程什么的 就说得很专业 就是感觉她是 把钱放进去是稳赢的那种 在此期间 方女士为了给男友筹钱 她曾经在网络平台上贷过款 给她转过 大概加起来是多少钱 一百出头啊 方女士的男友姓高 两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她联系了当初的介绍人马某 可是对方的态度 却让她倍感意外 她真的有各种百般的人不见 她有各种要求口吻 说什么 你可以到几岁都能招了 但是我们服务就中了 跟马某沟通了很长的时间 方女士也没有能够从马某那里 得到有关男友高某的任何信息 马某的这种态度啊 让方女士很奇怪 她开始回忆起了 和高某接触的点点滴滴 方女士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2019年走出阴霾的方女士 想去寻找一位知心伴侣 经人介绍 她认识了自称情感咨询师的马某 马某经营这一家婚戒公司 她告诉方女士 自己有很多优质的男士资源 方女士本身从事金融行业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为了尽快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对象 她立即联系马某 双方见了面 然后马某也自己介绍说 自己手里有什么一万富翁 百万富翁这种资源 然后她就先交了十万 先交了十万之后 马某就介绍了高某跟她认识 据马某说 这个高某从事汽车投资行业 经济实力雄厚 并且也是刚刚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 应该很符合方女士的要求 高某跟方女士两个人 第一次见面是两个人 约在了潮扬的一个饭店 两个人当时就是坐下来 聊了一下彼此的情况 一张表给我了 当时还表现我要的 我就拿个扫了一点 所以资料什么的 就所谓他们填的信息 把一些基本的信息 方女士当时看到的 是马某提供的一张会员登记表 上面显示 高某出生于1985年 大学本科学历 第二天方女士向马某支付了 剩余的十万元服务费 开始与高某正式交往起来 刚才说的时候 还是比我感觉很专业的 就是希望她这个经营师 还是很好的嘛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她自己说的 各方面就是自己说的资产 这方面那方面 然后也说是她已经 做了一些投资的事情 其实实际上还是靠谱的 她跟方女士提到了 自己的收入情况也很好 另外在北京的 西二环还有西三环 有两套房产 包括在杭州也有过房产 但是后来是卖了什么的 卖了不多钱 自己觉得赔了什么之类的 方女士提到 她和高某最初交往的时候 并没有专门谈论 经济条件这方面的事情 收入不菲 拥有多处房产这些事 都是他们在聊天过程中 高某不经意间提起的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也不会去问 我这些人从来不会去聊 这方面的东西 就随便聊一些 其他不相当的事情 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 高某对方女士的家人 格外伤心 这一点也是让方女士 最为心动的地方 高某跟她的孩子 就那个小男孩 还挺聊得来 应该两个人都喜欢足球 经常一块带孩子出去踢球 然后对孩子也很好 从两人之间的聊天记录 可以看出 高某的确很细心 方女士的孩子 要上跆拳道课 高某会提醒她 不要让孩子戴着口罩运动 除此以外 高某经常督促方女士 跟孩子一起锻炼 会在方女士孩子表演的 小视频下点赞 甚至直接称呼 方女士的孩子 为自己的儿子 除了对孩子好 高某对方女士 也是非常体贴 两人之间的感情 迅速升温 从聊天记录来看 就是很多甜言蜜语 就是听起来很温暖 然后让方女士感到 这个男人是值得自己托付的 方女士对高某很满意 但两人交往没多久 高某就提出了一个 让方女士有些为难的请求 开口就是一百万 方女士在内心里 有点猜不透高某的真实意图 但高某信誓旦旦的承诺 自己有很多套房正在出租 下一季的房租很快就会到账 另外自己还有不少 投资收益尚未结算 一旦资金到位 就会立即还钱 通过这个聊天来 让方某相信自己 然后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很随便的人 不是说随随便便 跟方某交往 方女士当时提到自己的父母 可能要从老家 来北京这边来养老 然后当时高某还主动提出 要自己出钱 给方女士买一套房子 此后高某开始带着方女士 在住所周边看房 正是这个举动 让方女士打消了之前的顾虑 这看起来一切都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就在拍摄婚纱照的时候 高某却突然消失了 这让方女士急得团团转 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和男友交往了一年多 竟然没有他家里任何人的联系方式 无奈之下 他去派出所寻求帮助 可是方女士没想到 之后没多久 他的男友高某也来到了派出所 而他是来投案自首的 高某表示 他和方女士的相遇 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 而幕后黑手正是那个心理咨询师马某 之后高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提起公诉 就说一下你最后跟那个方 拍婚纱照的情况 当时就是提了一句嘛 他说想去拍结婚照 然后 他说那个 说完以后 他直接说 那我就约了 就约那个拍 拍婚纱照的那个地儿 你去过吗 没有 在马某的包装下高某年轻多金 温柔体贴 渴望爱情 可事实上 高某在与方女士交往的时候 还是已婚的状态 问 你已经结婚了 为什么还要和别的女人除对象 答 公司包装我 让我成为成功人士 跟不同的公司里的会员制女人 除对象 证取服务费给公司 问 公司找你时 你已经知道这样的金融模式是违法的 你为什么还要留在公司继续工作 答 挣钱多 时间还自由 也是为了生活 在庭审过程中 高某声称 他知道 马某会向客户收取高行的婚介服务费 但是不清楚具体的金额 并且 这些钱也没有进入他的账户 他完全是在听从马某的指令形式 因此 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他是 家庭是给1%的那个 这叫 就是日程这种花销费用 就比如说吃饭 百分之一 对 什么金额的百分之一 就是后员费用的 会员费用百分之一 那么他支付你多少钱 大概是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那就是二十万块钱 对吗 对 实际上 马某利用高某当托 所诈骗的金额远远不止二十万元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曹女士 也曾向警方报案 她被诈骗了不菲的婚戒费 曹女士说 这个先是通过网站 投了这个 想要婚恋交友的一个简历 最后呢 后来之后有人线下 通过电话联系她 自称是这个曹女士的老乡 问问曹女士需不需要 找这个婚恋方面的服务 可以给曹女士提供这个优质的男会员 曹女士离异多年 是企业高管 经济条件较好 如今子女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她也渴望能找到一个真心伴侣 陪她一起度过余生 在一家婚恋网站注册后 曹女士很快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经营着一家婚戒公司 手里有很多优质男士的资源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曹女士同意了见面 提出的这个 曹女士这个婚戒服务费是八十万 这个曹女士一听觉得有点高 当时就先拒绝了 这个介绍人正是马某 虽然曹女士拒绝了她的提议 但高达八十万的婚戒服务费 给曹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到生意没做成 马某改口了 她提曹女士可以先付定金 体验一下她们的服务再付尾款 就这样 在交纳了十万元的婚戒服务费后 马某安排曹女士和高某见了面 有一个女儿在国外 也不回来了 现在就是她一个人 她是做生意的 住一个什么镜头生意的 她都是住的那个 整个一层的那个 一半的房东的那个地方 高某称呼曹女士 也是称呼亲爱的等 这些非常亲密的这个称呼 然后呢 这个高某在微信中 经常会对这个曹女士 虚寒问暖 还会写些诗 去表达自己的爱意 通过手机又交流了几次后 曹女士对高某非常满意 随后两人还一起约着 吃过两次饭 相谈甚欢 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见过几次面后 高某突然就再也不出 出现了 昨天前回来 会要那个一百万 没有一百万 不行 这个高某自称自己 因为这个过于相思而住院了 而且这个高某 还跟曹女士说过 说知道了公司副总 在他们俩之间设置障碍 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够优秀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越想越难受 导致她这个病情更加的严重 曹女士一听这种情况 自己也陷得更深 为了跟高某见面 曹女士向马某支付了 一百万元的婚戒费用 她有的朋友提醒她 说你这个别是被骗了 曹女士出于警惕 就想到与这个公司这边 签订一幅服务合同 好有一个凭证 这样在曹女士一再三要求下 我才跟曹女士签订了一份 恋爱猎头服务协议 这份合约明确写道 区别于普通婚戒服务 马某推荐给曹女士的异性 必须符合曹女士的要求 标准 包括外貌特征 文化程度 经济实力 家庭状况 以及内在品质等等 精准匹配 曹女士一直想约高某出来见面 然后高某就说 自己遇到一些事情 然后什么以住院 什么这种理由 来不出来见面 她说我不想给你看到 我这个调虚的样子 打电话也说 没有电话 给她发现机也不接 余庸也不接 就给我派一个 有个病房 她呢有一个 就是打点叠的那个 看一个手 其他的人都没有看见 支付百万婚戒费用 却不能与自己 心仪的人见面 这让曹女士 对这家婚戒公司 产生了怀疑 我说你那个 把高先生的那个资料 在这我看一下呗 他签的那个合同 在这我看一下呗 说你那个最基本的话 你要拿一个那个 那个送分分 我看一下吧 都不会了 那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自己送票了 这个曹女士就向婚战公司 提出要求退款的要求 这个婚战公司说 要不然你就找律师 或者报警来告我们 这样呢 这个婚战公司就彻底切断了 跟曹女士的联系 谎言中会被拆穿 马某和高某的婚战诈骗行为 最终被曝光 这个马某的公司 其实就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 他们这个主要经营的 就是这个婚战服务 实际干活的就是 马某是总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这个高某是公司的这个员工 负责这个扮演成这个婚战 在这家婚战公司内部 包括高某在内的一些员工 都认为 马某在婚战方面非常在行 马某他本人认为 这不是诈骗 这只是一种营销手段 他的想法就是 我成立了公司 我只要把我的公司的 这个内容卖出去 这就是合法合理的 但他并不知道 通过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 骗取钱财 是一种诈骗行为 据高某交代 他是在2019年初 以总经理助理的身份 入职这家公司的 辅助他干一些 就是搜集这个女性资料 搜集就是这种婚戒网站的 就是婚言信息的这种事情 马某经常对高某 进行一些思想上的灌输 一直告诉高某 高某非常有实力 能够这个赚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这个高某 就对这个王某非常的信赖 也非常的崇拜 他了解到马某有一些 其他的所谓的徒弟 然后收入特别高 然后当时认为可能是 马某有一些其他的途径 可以赚取比较多的钱 禁不住高收入的诱惑 高某最终成为了 马某手下的一名婚托 在马某的包装下 高某摇身一变 成了被众多女性追求的 所谓的优质男士 通过两个人聊天记录来看 高某会叫马某老师 他与女性的这种聊天沟通的 这个微信的截图 他都要发给马某看 然后让马某指导他 我接下来该怎么说 怎么能告别人 你有一辆劳斯莱斯 你说怎么样 是说我有劳斯莱斯 不是 这倒霉 怎么倒霉了 一个人 他一个破 什么把我这刮了 啪拍个照片 老师来自轮胎过去了 不说你开什么车 他就明白你开的是老师来自 在诈骗过程中 马某会定期查看 高某和客户的聊天记录 交给他一些话术和沟通技巧 同时呢 马某也规定 严禁公司人员和客户产生感情 更不能与客户有直接的经济往来 而高某在做婚托之后 沉迷网络赌球无法自拔 遇到方女士之后 他没有理会马某的要求 私自编造各种理由 骗取了方女士超过100万元的巨款 在法庭上 公诉机关提出 高某虽然是主动盗案 但其盗案之后 并没有立即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的罪行 不应该认定为自首 法庭上高某的辩护人提出 受害人曹女士和方女士也存在过错 对此公诉人当庭做出反驳 非华人为了追求 与北京户籍的单身高担男士 交往继而有缘结合 发展完婚姻关系 能够舍得投入高额的婚介服务费 也就是会员费来换取利益 所以实在做大过错 公诉人认为 两个人都是为了追求 自己的幸福的生活 然后而向婚介公司平台 去支付了这个中介的费用 不管是当被害人提出的条件也好 还是希望找什么样的对象也好 然后最多是自由恋爱的一个情况 就是被害人有这方面的权利 去找这样的人士与自己进行交往 这不能成为高薪冒充这样的人士与自己进行交往 而在这过程中帮助他人骗取钱款的一个理由 所以公诉人认为 在这个过程中 被害人是没有过错的 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做出了一审宣判 法院支持检方的肃请 判决高某和马某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和12年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通过婚介机构来寻觅良缘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 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高端定制 虽说便宜无好货吧 但这高价也不一定能够保证 它就是真的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了解热点案件 寻求法律服务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